睡觉开小夜灯危害多多 您知道吗 大家好 我是罗希希博士 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视频前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晚上睡觉 必须要开着一个小夜灯 但是现在有不止一项 甚至是多项研究发现睡觉开小夜灯 它会增加心血管疾病 谈尿病的风险 甚至有可能会增加某一些肿瘤的风险 而且除了小夜灯以外 如果说您的窗帘特别薄 或者说您的卧室根本就没有窗帘的话 那你睡觉的时候 可能会受到官污染的影响 那些居住在官污染严重地区的人 患谈尿病的风险 也会较官污染正常的人 风险会高出28% 在控制了其他因素之后 要降低痴呆症的风险 最好的一个要保持自己的大脑信息流 还有给您注意大脑的土壤健康 信息流就是经常出去与人交流 脑力锻炼 土壤健康就是包括脑血管的健康 很重要的一点 就是要控制谈尿病 要控制心血管的一些风险 但是现在开小夜灯 这一系列的风险都会增加 那为什么开小夜灯 或者说光污染 会有这么多不好的结果呢 目前的研究表明 它可能跟大脑分泌的 这种推黑素有一定的关联 推黑素呢 因为又叫做黑暗和尔门嘛 那如果在正常生理状态下 在深睡之后 一个人的心跳速率会逐步的下降 血压呢会慢慢的降下来 然而呢 这个发表在谈尿病期刊上的研究团队发现 在小屋中让受死者睡觉 开着昏暗的灯关 它在睡眠的时候 心率的下降和血压的下降呢 就没有那么明显 你也可以理解 你的身体并没有达到那种完全放松的状态 那当然呢 这里面的机制哦 现在呢 仍然还在探索之中 因为呢 现在人为什么要睡这么长的时间啊 还是一个带探索的问题 之前罗西也跟大家说过了 像深睡眠的时候 我们的血管周围间隙呢会扩张 它的这个排除废物的效率啊 会提升两到四倍 因为呢 大脑中还发现了一个 泪淋巴功能的作用 所以呢 是不是开着夜灯睡会影响泪淋巴清除的效率呢 这也许呢 也是一个未来热点的研究方向 同时呢 这个昼夜节律的调整 还与一个人的免疫系统啊 也是有关联的 目前呢 也有研究表明 开小夜灯可能会增加甲状腺肿瘤的风险 还有乳腺癌的一些风险 甚至呢 还会造成一些精神方面的问题 包括焦虑啊 抑郁啊 等等 所以该怎么办呢 解决方式也非常简单 如果说经济条件比较拮据 那可以购买一个眼罩 大概呢 十几块钱 这样子一戴的话 世界都黑了 那毕竟戴着眼罩呢 还是难受的 更好的方案呢 就是换一个好的窗帘 可以用手机的这个手电筒 去试一试 照过来看 背面这个光线进来的厉害不厉害 最好呢 能够在卧室中 安装一个折光功能 好一点的窗帘 像一些光污染的 比如说空调上面的这个数字 把它给关掉 什么空气净化仪上面的数字给关掉 还有呢 船头的一些这种插板 这些关系都给关掉 好的 希望这期视频能够帮助到大家 我们下期见 祝各位朋友们健康 晚上睡觉 不要开小夜灯了 喜欢视频的话 记得点个赞